家属除了为军审修法而奔走 还提起质疑 几经波折才拿到手 由军检重新开立的 他杀死亡证明书 死亡的地点竟然标注自宅 洪家人认为不合理 傍晚国防部回应 洪仲秋是经家属同意之后 回到台中的家里才把管断气的 所以地点是住民自宅 洪仲秋的死亡证明书 家属几经波折 最后还是靠陈勤马英九 才能拿到军检正式开立的死亡证明 并确认死亡原因为他杀 但奇怪的是 死亡的地点竟然是勾选自宅 这没错 因为你开他杀不可以开住宅 住宅就变成 变成在家的房间这样也不对 因为他是在禁闭室 对吧 洪朝了过多 后来这次洪生 即使不给死亡证明 家属还是无法接受 面对再次质疑 国防部赶紧出来澄清 因为仲秋他是先送医急救 在急救无效之后 经过家属的同意 在7月4号的清晨 送回台中的家中 把管断气 因此他死亡的时间 是助记为7月4号的上午7点12分 那死亡的地点呢 就是住民在自宅 洪家人8月4号傍晚 特别到当地的李明活动中心 与军检会合 领取死亡证明书 隔天上午 舅舅胡适合却发现里头 大大有问题 面对军检令有说辞 家属也表示 会将证明书的问题 交给律师处理 避免争议 但如此 也让到手的死亡证明书 更添辩数 联合报田赵伟台中报道